在上一集被敲诈和羞辱的严真 抄起酒瓶两下 打倒了孙明雾 流了一滴血 他居然还没死 严真惊恐地瞪大双眼 明雾临死前 用手狠狠把严真的脚背划破 严真踢了一脚才知道 这稀巴血牛真的死了 他赶紧抽出纸巾 擦掉酒瓶的指纹 慌忙脱下带血的裙子 穿上一旁的风衣 连忙把裙子装进袋子里 慌忙地跑了出去 两个人搬运着一个巨大蓝色盒子 来到桥上 把手机关机后 扔进江夏 黑色面包车 来到永山殡仪馆 严真把衣服连袋子一起烧掉 他拿出手机 给申英俊打去电话 他正在帮严真处理尸体 之后会把孙明雾给埋了 挂断电话后 手下问道什么时候埋 申英俊让他们停下手中的动作 他贪婪地看着明雾的尸体 惊醒的严真质问如正是什么人 他大声要求 要看监控录像 助手告知法律规定 治疗室内不能装摄像头 道英知道足够多的信息 应该足以让他离开严真 他要让严真身边空无一人 道英问起为什么 东恩意识到 道英并不是好搞的角色 他拒绝离开严真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刚刚意识到 自己不想离开严真 随即表示改日再见 东恩想帮忙打下手 被乳正一把抓住 他问道 看到伤疤是不是很难受 乳正并不觉得 他吃醋见何道英川的那么漂亮 他的表情是这个意思 变态的男老师 给小女孩们拍照 他兴奋地看着照片 一律在电脑前看着苹果图片 分别不出两者的颜色 生气地起身 把电脑扔到浴缸里 后面的庸人都猛逼了 大神打开门宫 有妹子送来快递 得知是东恩送的他 顿时笑了一下 包裹里面是善哑的手机 和寄宿家庭 东恩还送了一只 很红的口红给大神 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小医生联系到红阴爱 他说其乳正关注 隐素系尸体的事 又将尸体 在冷藏室的情况告知 得知孙明悟也去看尸体 他烦恼到底怎么回事 难得见到英在家 严真质问 和东恩下围棋 是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就那么吸引他吗 道英说出 初次见面只是好奇 后面东恩消失 又想等他出现 严真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下围棋时 被夺走主导权 不知所措地挣扎 最后迷上那种窒息感 没想到道英居然是个斗亮 慧婷打开孙明悟的平板 10月19号的录音被同步过来 他播放录音听了起来 在俊看着给明悟发的短信 他已经同意给他比特币 后面孙明悟都没有回答消息 突然他想起重装系统的事 他拿着硬盘 来到维修员这里 想恢复数据 被告知要等7到10天之后 在郡使用超能力插队 维修员直接把一堆硬盘移走 在郡又扔出一打钱 他三天内要恢复的数据 有钱真是大晒啊 红英爱在车库怒喷申英俊 你个稀巴的废物东西怎么办事的 申英俊脾气也上来了 当时红英爱就没把尸体处理好 随即只能答应去处理这件事 来到警局 吩咐一人帮忙去找医院的麻烦 机场里善雅 还是没等来大婶的身影 没了严真的自信支持 李希仔正在暴打着地上的大婶 疯狂殴打地问善雅去哪啊 对大婶来说 女儿就是快乐的源泉 她只希望美国的家庭能好好对她 等夜的善雅 最终只能登上飞机 远处的东恩目送她离开 郑美希一一拨打白纸上的家长电话 她找到孩子们的家长 以东恩的名义向他们索要礼物 儒正来到房产中心 买下了亭业的永山殡仪馆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大婶 收到女儿的短信 她会在美国一直等着大婶过去 看着短信的大婶感动得嚎啕大哭 这时李希仔哼着歌走回来 大婶马上把手机藏好 她假装被抓到到处包里的钱 这些不是她的钱 那女人要她发一条奇怪的短信 这些钱才是她的 李希仔打开了手机 看到短信的内容 她兴奋地笑着 这是白送的钱啊 正在陪朋友逛着店的红阴爱 突然收到短信 我知道你的女儿杀了人 李希仔看着 已发送的短信 红阴爱急急忙忙从店里跑出来 她连忙跟了上去 看到希望的大婶 也是露出笑容 在俊眼睛盯着数据取证卡 惠婷看着平板的内容哈哈大笑 孙明悟的尸体 并没有被埋起来 她被真空袋子封住 背进了太平间 深英俊交给男人一笔钱 她让男人好好守着这里 这是后半辈子的养老金 儒正给东恩披上外套 她问道 儒正之前就知道孙明悟这个人 是觉得东恩杀了他吗 作为刽子手 她不会过问圣旨的理由 她愿意为东恩做任何事情 永浪之所以是海上最大最凶猛的波浪 因为在他难以预测到来的时间 永浪袭来之前 海面平稳如镜 直到他出现吞噬一切 两人驱车来到永山殡仪馆 那么严真准备好迎接吞噬了吗